我有一个问题 向你求教 向我们这些在家的居士 要自己修行 除了念经送佛号外 在遇到自己不能克服 阻碍时应怎么克服 比如心里想的 是不是要忍辱 要心境 可是道理明白 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时 就忍不过 吞不下了这一口气 我也知道自己念佛不够 定力不深 但如要克服自己 这个阻碍具体应该怎么做 也许 讲的是 冤情在主的干扰 自己一念 今心里就产生了乱的念头 心进不下来怎么办 忘你给予指教 这是谢之士 不是 谢谢 谢谢 没有写名字 你这个问题 我想很多人都有 不仅是你一个人问题 古人就常说 看得破 忍不过 忍不过 这个看得破呢 是识问 忍不过 功夫不到家了 一定要认真努力 要学 忍人之不能忍 你的功夫才成就 到你忍不过的时候 立刻就想一想 我的功夫不到家了 经不起考验了 一定要反省 我们到这个世界来 得人生 遇佛法 很不容易 如果遇到这些 不能称心如意的事情 还忍不过 你自己一定要警觉得到 我来生还是高六大轮回 还是被业力牵着转 我们这一生的佛 就不要学了 佛教给我们 孔老夫子也教给我们 科技 要懂得克服自己 这种心态 顺境里面 要克服自己的贪心 逆境逆云里面 要克服自己的诚慧 什么是道 我一摩经上讲得好 平常心是道 平就是平等心 清净平等 常永远保持 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 都要能保持 都要能保持 清净平等心 这是真心的 这是福心的 这个才叫真正修行 顺境 顺境 善云 就其贪爱之心 逆境卧云 其诚慧之心 反复 这不是修行 这不是修行人 修行人 就在这个地方 练功 练到六根 接触外面六层境界 心平平起乎 不齐心 动业 不分别 自主 自己成就 然后再以大慈悲心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这是菩萨性 修行的要领 就是十三页 你看 今夜三幅 头一跳 孝养 父母 奉死 死党 慈心 不杀 修十三页 我们每天 念经 念佛 在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 一定要与十善业相应 这里就是真修行 越理石悟 修学十善 这就能对治了 侯宽 世尊在十善业道经 里面 教过了 昼夜 常念善法 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不容豪奋 不善 夹杂 这个是 凡夫成菩萨 成佛 修行的最高指导 愿者 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 对人 对死 对我 只看别人尝处 只看别人的善处 不要把别人不好的地方 放在自己心上 那我们就全都错了 一定要想到 让自己的善意 念念圆满 这些都可以提供你 做参考 忍不过 都是看别人处处 好比把别人的 这些悟行 放在自己心上 我们自己的心 变悟了 被别人 染悟 我们以善意性 对待一切人 世间没有一个 不是善人 善无过 没有标准 都在自己 一念 我们以善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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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